好,歡迎新登今晚的動漫無雙主持在 有馬2 2加B Vixi 以及樂兆 今天這個組比較怪,也有三個嘉賓 其實不怪的,經常都是這兩個傢伙 今天要講的就是一隻 登登登登 快要講一版結束營運的遊戲了 不要這麼說,我們講的是日版 日版要人多三名的遊戲 人家有個很厲害的名字,人家有個很厲害的名字 人家叫《激戰任務》 《機動戰士高達激戰任》 《Gundam Battle Operation》 這個遊戲應該是2012年6月28日開始 當然日本那邊,日本過了三周年 大概在同期一日版的一周年的時候 開始出了中文版 當時就在最後一屆的AGS公佈 2012 當然當年還有製作人來 而且它也有一個新版 雖然新版我們今天就不會怎麼討論 也應該人氣有點不同 因為模式有點不同 新版就是《Gundam Battle Operation》的《Nix Plus》 《Nix》 《Nix》在後面 當提一下名字就可以了 它比較有趣的 因為《GBO》就是《Gundam Battle Operation》 它是PS3 only 因為當時還未推出《PS4》 但它是下一代的《PS3》和《PS4》可以分享 現在很多遊戲都是這樣 這是比較有分別的地方 但我們可以說說 究竟這隻《GBO》 《GUNDAM Battle Operation》 跟其他人玩開的有什麼分別呢 例如說 大家不是在玩Extreme VS嗎 打家用機也好 打家用機也好 大家從《Gundam Seed》 年代開始打到現在的模式 即是 《Step》 《Dash》 有什麼不同呢 或者是從初代的 大家可以說起 因為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GBO》遊戲《Gundam Battle Operation》 它的模式 是跟現在的現世 很大部份的高大遊戲 都有很明顯的分別 例如說它那種真實感的軍武風格 從軍事風格 或者是寫實風格 即是你看到 就算是製造人都承認 它是比較 肉色比較灰暗 實一點 即是沒有現在 你看到GVG類似的比較鮮 令它有風格會出現 如果你說GVG是比較鮮 那反過來 我想說另一個 這裡應該只有一個人有玩 就是《Gundam Bricker》 《Gundam Bricker》那些是膠 那些是polygon 基本上你覺得好像電腦背圖 用普通拉圖形出來 這樣 結機 但GBO的resolution也不高 但問題是 它因為採用一種比較 有些模型可以舊化的感覺 因為除了這部機體出擊 其實那部機體的骯髒東西會比較多 所以它的樣子跟其他遊戲有分別 現在Bee都應該知道 它們是做模型的 你都知道 可能Dictal多粒粒 有些骯髒的東西 遊戲裡面可以這樣設定 你說骯髒的東西 其實打的時候 就真的不是太明顯 反而我覺得它自己吞飾的那一下 自由度比較大 可以拋光暗色 或者其他顏色的話 你搞出來的時候 你跟其他GVG那邊 顏色上的分別真的會很大 但我首先要說到最大的分別 因為這部遊戲基本上是沒有AutoLog 它有一個輔助系統 但基本上是全手動瞄準的 大家在PS 手制的兩個Analog 一個是動 兩個蘑菇 一個是動 一個是轉視點 不是轉視點 就是望野的Wheel Angle 視點 所以如果你要射中那部機 你就要完全全手動地射 所以反過來 目測就非常之重要 所以就反映到在你部機體設定 你的外觀 譬如剛才E家B說那些 究竟你部機反不反光 還是很陰暗 很陰沉 甚至可以說 它是日版三周年之後才推出的 我們叫Skin 就是它有一些迷彩的Pattern 對應不同地圖的地形 去增加保護效果 就是大家可以看回那些08小隊 或者可能新那套之後 那套高達都可能有類似的 場面去出現 我們會看到有時IM拿著Sniper機的時候 就游到整架機都鮮紅色 方式人家看不到它 你不明白 這叫吸收痕症 我在這裡 吹啪走過來 我幫你走不到過來 你沒有人打死了 我告訴你 你是不是繞一個圈 讚自己手得好 其實是 我原本用紅色機 但上了笑座之後 因為整個太多次 所以就轉了一些紫色 或者黑色 稍微沉色一點 你也確實有幫助我的死亡 暫時來說 而我個人喜好 我喜歡彩色 尤其是海軍艦 純粹欺騙自己 覺得我忍了身 你打我不到 你看我不到的 另外一件事比較特別 就是說 如果大家玩GVG 都會 有些機的射程 基本上是 比雷達遠一點 例如Extreme VS 那些Sniper機 譬如Double O的幾部Sniper機 就是Lock On那些 Diramis那些 會比較軟射程一點 或者Double X那支炮 可能會 雷達很極限距離機 你都會打得中 勉強 但是GVO就更加明顯了 因為它的雷達範圍 基本上 只有300米而已 如果有部份機體 雷達大一點 就有450 但是真正你目測到 極限命中的範圍 上限是700的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看雷達基本上 你只能看到戰場的四分一而已 還有很大量的面積 你是看不到 究竟有沒有人 或者有沒有東西射到你 所以看雷達 去找機來打 或者去防禦 手 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靠目測的 一年戰爭動畫 都是這樣 米洛夫斯幾粒 米洛夫斯幾粒 即是你力場的Fan OK 所以這個觸實反映到 有時候你的視覺 你可能好像波坑一樣 你向前走 但有時點會轉去 有些地方看 你不會只是看頭的方向 你不停在左邊看 看一些敵遊戲的地方 有時候要預判 即是拍一些導彈射過來 即是當你實打了事 你拍攝遊戲的位置 通常在左邊時 就是攝影機在左邊 你還可以 準備定迴避 攻擊位置 這些地方是靠你的技術 我想同時 遊戲本身這樣設定 增加真實感和刺激感 我想都是因為這麼多人玩 這麼久都不會繼續課金 或者繼續玩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夠真實 對 真實到你覺得 根本就不像玩一隻高達遊戲 反而是像其他的第一身射擊 對戰遊戲 例如Carnar Strike 不像是一隻高達遊戲 如果你說到真實感重 就很難避避一個 topic 就是戰場之伴 我想在座應該也有玩過戰場之伴 沒有 比較難入門一點 因為始終這遊戲太貴了 你是不是想說 PSP版我是有玩過的 當然不是說PSP 我知道了 是說機部版 但問題是PSP版都是類似 當然你不會說有三個螢幕視覺操作 不是 家裡有三個螢幕的 但你不說戰場之伴 我覺得有得操東西 某程度上 其實GBO也是有這樣的系統 就是儲物器和儲物器 其實這個系統一響都很久了 Gundam Breaker這個系列 其實是笨蛋都很開發 當然是Gundam Breaker 前面了幾代 跟Gundam Breaker 實在不太相似 但它的名字純粹是一樣 因為Gundam Breaker這個系統 其實以前像PSP玩過的 什麼激戰年代技 它都是用了類似VS 即是AutoLock 可能是雷達看東西 你不用用腦的 也不是的 有時間判定 也不是太遠 近的當然沒有 倒閘就馬上死了 簡單來說 大家玩這麼多年 捉落地 基本功這些東西 但是GBO基本上 你捉落地 首先有沒有人落地 沒有什麼離地 應該沒有人會飛 中產的東西 這裡是沒有的 因為GBO有一點很有趣的 製作人自己也說過 我們沒有打算去做宇宙戰 所以GBO的特色就是 基本上是全地面戰 那它基本上是不存在飛的 這個選擇 它只是存在跳 那你可以跳 但是你那種跳 就不像你 普通玩過往歷代的Gundam 就算你玩初代的DX 你就這樣飛起就飛起 老虎也好 什麼都飛得起 但是這裡不行 這裡是跳的 那種跳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機動武鬥轉 G Gundam的OP 有一部機 坐在馬上 半蹲下來 然後存一些東西在下面 然後就補一聲 不是存一些東西在下面 哈哈 你存一些什麼在下面 是 那些 好像那個booster開始變紅 你會看到氣流出來了 後面書包開始有噴氣 準備 然後就飛起 但是只是跳起來 跟機動武鬥轉 G GoDad那種是很相似的 那當然隨著你那個 吵氣的時間 就會跳到相應的高度 但是其實 不同機種是有不同的高度上限的 這也是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做到 好3D立體戰鬥 基本上在低階的軍階 是不存在的 那這也是指標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它跟Extreme VS 或者其他會在網上玩的遊戲 有個分別就是說 沒錯你是打官階的 但是你的官階 只會升是不會跌的 基本上 除了少將之外 因為只會做黑人陣 可升可跌的 這個就是可升不跌的 這個我知必要是 那這個也會很黑人陣 只要你夠這麼少一年期的話 你會發覺一個官階很高的人 但是有一個不對等的實力 只要他可以輸足3年的話 他總會成為少將 白書成才這個組 輸足3年這個不會玩的 我相信的 那當然有些對高 但是很有愛的東西 不是輸足3年 但是打得很垃圾 那這個世界還有一些叫做隊友 即是長期靠隊友 即是自己打得不好 都可以靠隊友幫忙 自己歸在後面 好像某某防主一樣 只是蹲在後面 靠前面五個隊友 你們去死吧 然後我就去半戒拉 捉起一個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他跟其他高達不同 大家譬如打Extreme VS 可能打得爆粗的原因就是 他以前是限制你兩個人打的 打RAN 現在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他限制兩個人 你的Partner是Random的話 那就很嚴重了 你無理頭 你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輸 或者贏了可能是完全靠人 但是GBO的Variation 就更大了 因為你的戰場setting 基本上是由四個至六個 為一隊的 即是基礎單位 除非你說新兵那些 就可以一打一 就是比較難開放 但是如果你是一隊六個人 六打六的話 有一個差的 影響是否去到這麼大呢 或者有一個厲害的 是否可以救全隊呢 這個就另外一回事了 很難說的 這個差是開什麼程度 以及開什麼機器 就是那個差人 他開格當機的 在前面四是沒所謂的 如果他開炮機 就是全隊最火力最高的人 那就恭喜你們了 你應該會受到很慘的 反而可能有一點不同 反而如果是差的 差在前面 基本上是送五分給人 他會堅持半分鐘 出去死一次 這樣就 還有看看其他隊友的戰術校園 可能你其他都是站前面的 就算他死得多 因為其他人會幫忙打停 或者補刀 幫忙打住 我認同友馬的說法 因為釣魚始終是用你的 那隻差的就上去做你 後面那些其實雜火OK的 斬一定做利的 我也會試過做利的 我一個Cup 1 你去你們幾個後面打 沒事的 你踩著私套上吧 還是小子 不是 我是認同 如果他開格機上次 被人斬殺 是沒有所謂的 我們後面可以追得犯 但你炮機 你制不到對面的炮機 或者你停不到 或者你輸出不到的話 你就真的成隊都大領落了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那句 你的炮機如何 你的命運也必如何 其樂雅規模 不要緊 我講一下簡單一點 如果大家用現代戰爭去理解 你陸軍再強也沒用 只要你沒有空軍的話 基本上你都是死的 錯了 你沒有美軍支援的話 你被地面戰士打得很辛苦 美軍支援因為很煙燭 不行 當題話說 美軍支援是我們玩 God Eater 2 我定的一隻子彈的名字 總之就是說 空中的支援 預救力 地面戰士打順利 是一隻過兩萬攻擊力的地道炮 所以那個名字叫美軍支援 回到GBO GBO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你打大部份高達遊戲 始終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強弱 特別是在打Rank的時候 譬如說 我新那代 即我不算PSP那代 即PSP那代 你當Extreme VS 那你可能說 多數人用的都是那幾部 譬如說 IJ Freedom 那幾部那些東西 常用的 差點可能用路纜馬利 或者是用Strike Astray 那些機 即是你會有很standardized 有些機基本上是不會見到人用的 譬如說去到近代 你不會見到一個朋友 拿一部一千機的六高出來 很少啦 不是沒有的 一是拿六高 一是拿九 很多時候見到這些 其他基本上你不會見到的 但這個情況 其實由很多代的高達遊戲 你都會見到 譬如說 這些相應的組合 因為有些機的確比其他機可取 因為以前有一個問題 它是三星制 有沒有記錯 一星兩星三星 後來好像會再分多 五星或者半顆星制度 但也不適合 因為一些機可能打到一星機 但一星機你見到有些分別都是 當然有個機比較厲害 有個機不是太好用 但你會用到GPO會用Course 也會有Course的 但你的分別就是 你這部機體的Course 其實跟你實際可以做出來的貢獻 是不成正比的 機體的平衡性 可能大家都是同一個Course 同一個Course裡面的機是突出一些 而這機其實是廢的 正確地說是甚麼呢 GPO的Course 首先就是反映機有幾大的機 例如你看到一些一年之間的大機 例如說 京寶帆 NT1 這些便是貴一點的機 或者有些機 根本是 在後幾個世代 又硬拉下來一點點的 即MSV那些 那些機就會偏貴 譬如說高達6號機 高達RX100那些 那些便貴一點 渣古那些便便便便便 但問題來了 你的Course是隨著你部機的Level 增加上去的 但當你部機 大家可能說 去到差不多Level 或者差不多同等的Course 譬如說 你部大摩可能只有150Course 但你上到Level7的大摩 就是350了 但對應的話 高達RX150可能只有Level3 但究竟Level7的大摩 大家是350了 對上350Course的高達 是不是一樣的火力呢 基本上不是絕對的 前提是你打中的 火力未必大分別 但硬度應該會差很遠 硬度會差很遠 因為硬度和Level基本上是幾乘正比的 而且你Level7的大摩 即是它是這樣的 它有些PASS給你插件 它會增加機體不同的能力 Level7的大摩的PASS 比Level3的更多 你的自由度會比較大 即是機體的配控性上 武器上也是一個因素 你Level7的大摩 你可以拿到Level7的火子炮 Level3的高達力是拿不到的 當然啦 如果你說武器是一個要素 其實反過來 它跟另外一些遊戲 有一個最明顯的分別 就是 都不可以叫做最明顯的分別 你都會有類似的感覺 譬如說 所謂的炮追不追 或者射角大不大 譬如我們剛才說到 打Rang的一些機 在Extreme VX那邊 通常就是一些 你的飛行時間射角比較大的 容易一點擊中對家的人 那些機器比較可取 或者回彈化或者彈速化那些機 那會有這個 但是GBO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基本上 每種武器的射程都有分別 就算你單單說追擊手的炮機 都有很多種分別 因為最明顯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到 目測距離上限是700 即是你看到那部機 進入地圖就是700 那有什麼機可以打到700 就是最元祖的追擊槍 就可以打到700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 插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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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600 你要打到全插槍 插槍 插槍 可能要插幾秒 那你才可以打到700 但是問題來 其他機的距離會不斷短下去 譬如普通高達插槍 插槍 只有400 火箭炮 只有300 如果你的機關槍又會再分 機關槍有些是短距離 有些是長距離 MMP80 MMP80 你會再下去 插槍 插槍都會分前期刑 中期刑 後期刑 每種武器 有射程的限制 而且射程的限制之外 還有那種彈的密度的限制 你會有很多東西對應 以及槍的子彈數量 都有限制 很多很詳細複雜的東西 那結果 你要去做到 如何打中人這件事 基本上就是 你要很多個組合 怎樣總體而言定出來的一件事 如果以一個單體過環來計 所以你已經不是單單說 Extreme VS 或過往幾代 那樣 我的槍都打完 我就等於Reload 譬如你玩DX初代 紅的槍很快用 如果你亂射的話 Reload很慢 也不是的 你兩顆兩顆射都很快射光 是 其實你那些都不用管 現在射光 換大了武器就射光 沒有東西的 其實以前那幾代 可能VS 或者Gundam Baker 那些類似的遊戲 子彈數你不用管 其實真的 當然有些遊戲會管 但其實答案都不會管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遊戲很真實系 真實系去到哪裏 你想想 很有趣的 那一顆Extreme VS 那些 明明是雷射槍 可以換彈甲 為什麼 你由ZETA年代已經是 當想像是一顆電池 應該都可以 他那個裝填 叫做OK 你見到ZETA Gundam那些都會換彈甲 那些都會換彈甲 就是像電池 類似會是 那年代開始 已經是換彈甲 有部份機 譬如說ZETA年代 是最明顯的 如果你減了復活的 然後你拿著那一部 是Mark II 來的 你揹著一隻手 你就不能補彈 你只剩下一把劍 恭喜你 這是大家玩過的 但是這邊 基本上 所有光槍都不會計 彈甲這件事 光槍是只剩一條 overall的bar 然後每一種光槍 的bar的消耗量 是不同的 只要你消耗到 overseed 過了龍 槍就會判斷 overheat 一說到overheat 就要問問有馬 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說一下你 說一下你的機 overheat的經驗 小弟在聯邦 就會主要一隻 PRC 沒錯這部機 這部機是泛用來的 它有一支光槍加實彈的 入口音的武器 光槍這支武器 其實它最主要 讓你射到 兩發 兩發 是一個二的 它是射一發 大概會有七成的槽 你要射一槍 當然是 你射一槍就會有七個二 過二之後大概要過 39至40秒左右 39秒 但是平時可以省著 我不想過熱 開槍之後大概要等 四秒左右 你安全一點可以五秒 你再射一槍就沒事了 就是這個間隔時間 因為它的槍管會過熱 如果大家看Unicorn 是不是第四集 那些字幕很多 舊機博物館都出來了 那一集 你看到上面一部Sniper 打到 過熱了 槍管要換槍管 就是那種感覺 因為槍管過熱 你就打不到 這個時間 是不是一個很長時間的等待 等待 等待過難 這個時間你的節目就跪了 這遊戲最好玩的地方 當然就是說 最長的過熱時間是50秒 然後一場之外只有8分鐘 所以基本上 你死了重新出來 是更加快的 那支應該就是浪漫炮 浪漫炮 浪漫炮 是不是GP02 那支 浪漫炮最快的方法就是出去死 是啊 但有些GP02太貴 你不能這樣死 GP02和浪漫炮都是差不多時間 是啊 浪漫炮浪漫很多 浪漫炮 浪漫炮應該都是MSV 好像是 他是韓吉 沒有用過 這些利用 他是吉武WD隊 適量的專用 對初代試作型的Bin Rifle 其實他是對要賽用的 漫畫本身做的效果 所以他一炮打出來是很大力的 然後基本上你想想 好像白色的GP02加浪炮 我感覺是 但那支是首題的 再加上三種機 包剪鎚的形式 雙生雙黑 譬如說 范勇對回格鬥機 一炮射腳 那部機就馬上 就會跛腳 范勇黑格鬥 格鬥黑支援 支援黑黑范勇 這個設定會是 但其實很有趣 就是 比例是不同的 大家的雙黑的比例是不同的 譬如說 追擊機的 炮機的 打范勇 就大概加兩成 但是你格鬥黑打 炮機 又是大概是 就是你的Benefit是兩成 如果你counter-add 反過來 你是炮機打格鬥 你就會 削減你的攻擊力 只剩下0.8左右 但有個最有趣的存在就是范勇 范勇的bonus 基本上只有一成多 就不夠兩成的 但是反過來 他被人黑 又不會黑足兩成 都是八十幾百分 因為范勇就是 比較多人用 而且他是主力的 他是坦 如果你接近你一死 那其實不用玩 他這遊戲 很快就死得慘 當然 作為一種 網絡遊戲 他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效果 簡單一點 我們說最初 最初 很多人都會說 這遊戲究竟玩什麼 是最初一開始的 第一次下載 第一次開遊戲 五月就好像是Alpha和Beta版 開始 你講2012年 最初 2012年5月開始 會有Beta 即是封測 每天開始 突然大家都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當你一入到這隻高達遊戲 你會發覺你是什麼機器都沒得選擇 你手上有的只是選聯邦或者自護 吉武仔 抓鼓 選完之後你拿的是什麼呢 一是就是抓鼓耳 一是就是吉武 然後你會發覺 咦 抓鼓多一點血 那是不是應該打自護呢 那你會發覺這樣的問題 但是你會發覺我有什麼武器選擇 機關槍 火箭炮都沒有 還有機關槍 沒錯 你開頭是機關槍 你還有斧頭 或者是手榴彈 沒有 手榴彈 沒有 手榴彈槍就死了 告訴你 新丁的時候是 然後因為它是純AutoLock的遊戲 你就會發覺 不是 純AutoLock 你說你說 因為它是一個純AutoLock的遊戲 你就會發覺 在一個廣闊的地圖上面 有十二個傻仔 差一支機關槍在互射 但又好像沒有人射中大家 在這裡走來走去 好像放木的綿羊 大家身處紐西蘭就明白了 不 很簡單 大家可能是VS AutoLock 沒有按鈕就知道 但有機會是招不中 因為那部機關槍要走 正道理 招不中 大家一齊 向左走 向右走 開槍的時候 有些人在身邊拆過 咦 現在經常不中 AutoLock AutoLock AutoLock是定位 去到的地方 指下打出 去到的時候 部機已經走了 就不好意思 被射中 還有有些時候 你的機關槍 其實你不知道 打不打得中 因為部機是不會停的 你沒有一個訊號 給我們 其實是否真的中了 其實有的 它的Trigger打中的時候 有個綠色圈 會帶出閃亮閃亮 新手的時候 其實不會怎樣 其實我都在那時候 微博了很久 究竟你打不打得中 究竟怎樣才能打中 你說那些血蟲不燒 那就可以了 那些血蟲不燒 所以剛剛最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在那裡 發句點 50分 不是 開頭不是 20分 那時候每個人都在搶句點 沒錯 因為其實開頭很有趣 首先就是 大家都打機關槍 然後就 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火箭炮 因為如果你正常有火箭炮 你快極 你都可能要去到 二等兵的中後期 接近升一等兵 你才會有一支火箭炮 那時候你會有一大段時間 就是長時間拿一支機關槍 不知道做什麼 這樣走 去到很早期的時候 剛剛開始玩 剛好進去 為什麼對面 對面 六戰金武有 有雷射槍 那麼厲害 然後自己還拿著一斗 扔它 那些人覺得 這遊戲很不公平 你錯了 進去 有些人是拿著Code去玩 Code 拿著機 進去試玩 那些東西拿著BD出來 這個初代就沒有了 我們還在說初代 那個例子我們可以之後再講 因為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每樣東西 就像大家玩抽卡遊戲一樣 你每場打完有個reward 那reward就會跌Item 那你跌Item 就可以 either跌武器 機體 即是MS 或者跌這個 PASS PASS 還有錢 正正片 沒有東西才出錢 但問題來 你沒有PASS 即是你的機器是吉的 簡單來說 那吉機的問題是什麼呢 吉機的問題是因為 你是沒有腳甲的 那何謂腳甲呢 這個也是其他高達遊戲 未必有的概念 就是因為 GBO這個遊戲 會有對腳的負荷 和對頭的負荷 而腳的負荷 基本上腳有個血量 它的血量就是 你的機體的血量 就是一半 譬如說 你渣古 一開始有八千血 即是你有四千血 是腳 當你那四千血的腳 被人打完 或者打得七七八八 你就會死定了 但那種死定很有趣 因為 剛才講過 基本上是綠地戰 你可以跳 你可以開Boost 去噴射 去滑就行 如果你停不下落地 那一下 當然 有看Unicorn 或者看零八小隊 大家都會知道 停下那一下 腳有些銀地 銀地那一下 腳那條巴就會 overload少少了 但如果你本身的腳 已經damaged 八成 你一boot 你加上 你落地 停下那一下 殺制的那個boot 你就整部機 就會 這叫晚虎 伏地勢 在別人面前 伏在那裡 不是平身低頭霸嗎 最尷尬的 是同一招 最尷尬的是 你有時沒有留意到自己的腳 的時候 你衝下去 好像是 衝下去 故意死 你前面被人打 你拔了劍 是 跪下 那一下 感覺馬上 試試減50 很灰 你好搞笑的 因為 身手一定有個問題 就是 你不可以好好管理到你自己 所有的數值 結果 很多人沒有留意到腳 這件事 結果有班人就去玩坦克 因為坦克 不坦克都差不多 其實 坦克好像沒有坦克 有坦克 但他不能再慢 坦克其實 因為現在改快了 以前坦克是慢一點 以前是坐輪椅 現在也坐輪椅 沒什麼分別 所以坦克就變成 好像沒有坦克的問題 但其他機器就不會 你會噴射完 然後躺在地上 或者跳完 一落地 就整個機器跪在那裡 然後跪在那裡 然後就可能有幾秒 被人不打 因為大家想想 沒有幾秒 你一秒就升天 不是 機改槍沒有耐力 初團沒有耐力 你想想 跌落地 如果你沒有俄套 你打一隻正常的東西 打不中 很合理 但如果有個傢伙 躺在你面前 然後火箭炮就 不 火箭炮 揭回槍 就好不停射完 那個人很快就死了 然後你就會 究竟做什麼 我在這裡 然後你過了三十秒 二十秒之後 你重新了之後 又面對類似的情況 然後被人射斃了一隻腳 然後又躺在地上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被人醒死了 這個就是很幼稅的情況 初代很多時候 所以結果有些人就說 最好用當然是用格機 還是用聯邦那部 GM lightarm GM lightarm有什麼好處呢 快 砍三刀 有光槍 因為看到 有光槍 光槍 還不是威威 風筒 但也很厲害 至少你的感覺 感覺很爽 太天真了 蕭煉 但好像拿著Super Succa 射到對方身上的感覺 因為每種機 即是說是格鬥機 格鬥的數值 可能會偏高一點 尤其是初代 即是剛剛推出的那些機 射擊的數值 簡直是你當成不能 這樣 變成他射人 感覺是 中了 嘩正啊 但為什麼不扣呢 再招 咦 三刀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很多人 一來伸手 還未必會斬 只要是GAP槍掃 你要他們斬 我一開始玩 我真的不懂得掃三刀 對 還有你一件事問題就是 剛才說 攻擊力很低 你掃完之後 那些人不懂得用 當然是掃前格 咦 對面好像沒事 對面不痛 其實他的格鬥三刀 我想比戰神之伴 戰神之伴 一定要看合時間 但GVO的三刀 就分前左右和後格 即是橫格 但每一次都不能重複相同的格鬥 所以三刀可以 左前右或者前右後 但是後格就只能夠出一次 但問題是他的地方 就是格鬥速率修正 即是出第一刀有100% 第二刀可以向下修正 即攻擊力會降低 第三刀會再少一點 所以有時候會這樣 假設出一個後格 因為後格是最大力的 1%一出了就搞定 這個也是他的平衡度的問題 我們繼續講到後面 又會講到平衡度的問題 這是初代的感覺 其實這樣玩 當時有很多人覺得 這遊戲都是百句點 另外一個好處是甚麼 走得快 走得快 我百句點就快 我打一部大魔才只有150 我百句點有200 整個場有五六個句點 我這樣霸了一個圈 開頭你新手玩三岳 只有三岳幾點 開頭新手玩的山岳 初代只有兩個地圖 只有山岳和山岳 那些基本上 還有都是 但是其實 另外一個最新手 最痛苦的問題 就是 都是初代才有的 就是不同的天氣 大家打其他高達遊戲 就很少遇到天氣問題 除非打那些 例如Pokemon 那些才會有天氣問題 沒問題 現在天氣有autolog 因為雷達看到對面 你知道戰爭會戰 有對面的機器 因為GBO初代地圖比較少 結果就是甚麼 可能有山岳 都市 沙漠 那問題是 咦 都市打來打去 都是那個都市 好像很悶 沒甚麼variation 結果加了些甚麼 夜戰都市 那種夜戰是甚麼呢 就大家都好像 入了那些大堂禮之全 但沒有街燈那樣 即是你只見到 渣顧的眼睛 對 你見到 如果你是連地自活 你沒有眼睛 你只能看到眼睛 人家的吉母 就整塊玻璃 就比較容易看 是啊 沒有啊 天忽黑黑 夜忙忙 頭上一片明月 便去看一條路 但轉個位 在道路後面 沒有月光照著 那你就 看不到月光碟 你看不到前面的路 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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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原來我走到牆上 向你作夢 即是他除了夜晚 還有龍霧 那龍霧 基本上又是很壞的 你甚麼都看不到 簡單來說就是 基本上你看到一個範圍 那一百米呢 還有一個情景就是 下大雨 十多十里 像坐在車裡面的小巴 車頭擋風玻璃 那些雨一點點 就灑在你的螢幕上 變成你看著 如果你打前線 或者中間 都沒有所謂 但你做後面支援 那些 你就會覺得 很難看啊 為甚麼是蒙茶茶的感覺 這個就是 這就是指標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你看不到路 不要緊 向前面射過火箭炮 因為火箭炮 打到目標 會有暴風 暴風周圍就會有光 然後你就會照到 別人的腳在哪裏 但最近好像聽到 已經有很多 夜戰上 夜晚沒有那麼暗 最初期人 你身手不見 不知道甚麼都看不到 你最初看不到 最初我打夜戰 至少見到沒有機過機影 至少見到 現在好很多 以前你真的看不到 然後有個最汽笛的地方 就叫做採礦場 你採礦場打夜戰 每一次我以後不打這個場 不是打夜戰 如果你做聯邦 其實挺開心的 不是 最初有甚麼環境呢 其實兩邊 自戶和聯邦都在同一個地方 出去谷口 但出谷口之後 外面有個很大的深谷 那怎樣呢 大家要到深谷之後 就繞回 U型會不會繞回來 但來了 聯邦的炮機 範圍大 射程又惡 大家站在身邊 我們不下來 自戶要衝光 還沒衝光 還沒衝光 因為你要想 最大的問題 大家認識的自戶 會有甚麼 追擊機 Sniper Type的渣故1 對 Sniper Type的渣故1 還有什麼 坦克 坦克 還有渣故Canon 大家看了這麼久 0079 你小小的都看到 有部雷射大炮 或者坦坦 但自戶有甚麼炮機 好像沒甚麼 真的沒甚麼 自戶的炮機 好像全部後期加上去 初期設定上真的沒有 自戶的重割 還有一個custom 自戶在MV附近 我們輸出 所以MX其實就 所以問題是 對加些炮機比你強勢 而大家都是打手 他基本上就會手贏 這就是最大問題 自戶可以手 但問題射程不夠聯邦那麼遠 聯邦在對面三樓都射到你的 所以你都會輸 還有聯邦那些機 雷射大炮機 比你的Sniper更硬 硬 但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要打中 因為雷射大炮 是實彈打暴風 可以 兩顆 對 所以範圍會很大 當然 你可以只中一顆 另外一顆 可以打不中 所以你會變成減半 會有這個問題 這也是另外初代一個問題 就是 用太空坦達好 還是用渣古坦達好 當然是渣古坦達 為什麼 大家都是那個火力 太空坦達是兩炮中 左右 中了才是那個火力 渣古坦達一炮過 你不會得半發 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地方 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地方 抓管坦達的機閃車 是比雷射大炮 雷射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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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大炮沒有機閃槍 但大家都有導彈 這是有趣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過爆腳 還可以爆頭 爆頭 爆頭也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 如果你打其他遊戲 你爆頭 你沒有爆頭這個概念 你這邊爆頭就糟糕了 如果腳我們講過 如果你的巴巴還沒有爆 你快要爆的話 你撥也會被爆 撥也會被爆 跳也會被爆 但你的頭快要爆 那會怎樣 那頭快要爆 你會有雪花 即是電視收不清的感覺 咦? 監視器是否香香的呢? 監視器是香了 快要爆 即是快要爆 有雪花要拍電視機 但當你真的爆了 你會怎樣呢? 你會變成傳說花 然後雷達會無效 你看不到人 你目視了機體 但雷達是沒有的 但這遊戲既然這麼真實 沒有理由 壞了的東西 沒得做 它有一個可以 放駕駛員出來 落地修理的系統 當然不單是修理 你可以開車 開機關槍 火箭炮 閃光彈 一路的古怪壞 都可以玩一下 這就是遊戲的一個精髓 就是步兵系統 步兵戰 打 不一定用機體去打 大家有看過 UCL就知道 步兵 可以打MS 步兵是可以殺人的 不是殺MS 是可以射平步機的 我多怕你說東方不敗 他怕你刷機 不是射機 他那些片皮鴨 人物性手絲雞 這個最得利 初代又沒有那麼明顯 初代大家覺得 兵仔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兵仔 首先 你戰場上有不同的載具 你會有坦克 零八小隊都會見到 或者其他人會見到 有坦克 有飛機仔 那類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開 全部都有攻擊力 當然攻擊力大小 就視乎你開什麼 但其實 用的人不多 但反過來 就會有一幫玩家 可能設置了房間 叫步兵 沒有MS 結果整堆 就是要是開坦克 要是開自護 兩個圈圈的飛機仔 更甚至 大家拿著自己的背部 噴射器 然後在那裡 互射機關槍 或者火箭 有這個玩法 我玩過 Metal Gear 步兵在那裡 我不喜歡 但問題你要知道 如果你剛才說 我講過採礦牆 步兵怎麼飛上去 重新以後 怎麼找人打 是可以走上去的 有斜路 不過走到上去 應該用了一半時間 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剛才說 飛機的坦克 可以助人的 即是有一個人握著 有一個隊員可以站在上面飛 那為什麼可以助人 那飛了一小時 可以按一下 就是跳機下來 可能大家可以分道養錶 這個戰術當然 其實現在再強化了 因為它去到最新的版本 你說去到現在 它那個人仔的火箭炮 對MS的威力是大了 好像一千半 一千 特別是對腳步 或者對頭部的破壞 所以我是試過的 即是你們可能 我部機沒有了槍子 然後你們打單部機 我開槍子 就飛過去 即死對部機 對部機沒有了 而且現在有跳機系統 只要你部機臨爆 你按住圓圈 你可以跳機 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按住 以前就沒有這個 以前叫部機 蹲下 現在就不用你長按 但那段時間就會出來 但它要的時間 是比平時蹲下 再按O 但是你說的 那個按實圓圈 就是可以隨時隨地 被人劈中 躺在地下 空中飛 全部都做到 除了反隔 反隔 你要明白 當你被人圍偶的時候 等一會再跪下 不會被你跪下 有啊 你死那一刻 你爆那一刻 但有時候 按實圓圈 跳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死了 你按得不夠快 你按早一點 我不知道是被 MS爆炸的爆風炸死了 還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不會炸死的 MS爆炸的爆風 只會炸彈的 結果 這遊戲 我們簡單講 現在最新的MS 人仔的威力 人仔可以扔閃光彈 只要你扔到 對方MS的監視器附近 機器就會被你的閃光彈閃停 那閃光彈當然是拋物線扔上去 所以技巧是自己訓練 也都可以用火箭炮 打腳 一炮打停 打任何位置都會停 不過打腳大力一點 腳的傷害 那機關槍基本上 你是對人仔打人仔用的 還有一個更小的東西 刀仔 刀仔好用 打人仔一刀搞定 一刀勾頸 但是使用上 需要一些技巧 因為大多數是MS戰 斬尺塘 打MS戰 很少人仔對戰 尤其現在我的人仔科 所以大家 有機會念一下 對人戰的訓練 對人戰 反過來 就有MS對人的戰 因為 你見到 因為你霸據點要用人仔拿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對家跳了機 人仔拿著據點 你當然是想殺人仔 濁露雙風 但問題是 怎樣打人仔呢 有很多種方法 是QC 不就是宇宙宇宙宇宙人 那種方法 你想一下 你用機關槍打人仔 你看高達的片 有的 機關槍打人仔有的 但你實際上打 沒有意思是 你的機關槍不是雜速的 那些彈會散開的 結果你可能是無法打 手術的機關槍 通常都打不中 就是要部分頭炮才會容易打 對 因為你對MS的炮 那些散開 Scaptor 那些彈 結果你很難打人仔 所以大部分人打 都會用火箭炮 但如果你的機關槍沒有火箭炮 你可能怎麼辦 最簡單的做法 一下子衝過去 砍他 砍他 砍死他 但我覺得踩最近成功率比較低 很多時候都是選擇 較好為一個後隔 大約砍他 因為你把激光劍大約是兩三個人那麼粗 所以你刮下去那一刻 就很大機會砍死 是 因為你人仔都可以滾 人仔是可以在地下滾 滾了是可以被高擊的 只要你滾得中的時間 所以結果你是可以用人仔滾 如果你的技巧高 你可以避免幾下火箭炮 是呀 有些很壞的 我們試過幾個為一個人仔打 對面不用那麼滾 不然滾到霸完距典都還沒死 還可以反過來射你火箭炮 打停你 這個就是最奇怪的地方 這些是專業霸距典 當然 我們說了這些比較初代 其實GBO另外一些 其實跟他很多課金遊戲 或者是這些所謂叫基本無料遊戲 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大家 打野都會買石 草石 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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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人這個說法 就是抽卡 即是卡詞 我抽的都是滅黑的 真的抽不到好東西 有些人是煩惱抽的 一抽就抽到好東西 這個遊戲有特別的地方 雖然基本無料 有相成 但是 剛才我們說打完之後 會抽一些機體 會給你 其實每一打一場 你會抽的 他不會傳說一定要課金 去抽某些機體 簡單說 你贏輸也會收到一堆東西 問題是贏就多一張 輸就少一張 其實你的分別是很小的 所以你就不會傳說 我技不如人 那我就找到技不如人 不會的 你打一場 其實是這樣的 你最多是新兵 即是三個之級 去到少將 現在就有四個之級 打一場之後 一定會有東西給你的 但不同 其他抽卡 就是課金機 就是要付錢 即是貨金之後 你用錢去換去抽機會 他這個就不用 總之打完就可以了 三個之級 便快打完就可以抽 你想抽一次 最不要緊 被抽了 被抽了錢 給錢買的 但被抽了之後 就要抽 先講講他的兩個小時系統 首先 和大家的遊戲 回時間制度 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回體力那些東西 這裡一場 就用一個G級 一場就八分鐘一打 要回一個G級 就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上限回到三個就會滿 這樣就很容易理解 其實我們當年 製作人都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 會不會減少回G級 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問完之後又很有趣 因為 GBO那個製作人來到香港之後 基本上 當時問的所有問題 他是全部做到的 這個我覺得 是最令人驚訝的地方 例如剛才講 減時間這個問題 他就會隨著 你的機體 即你的玩家 累積的總經驗值 他就會扣五分鐘 扣五分鐘 那你上限可以扣二十分鐘 那你就可以快點回 另外有其他 bonus 他都會計算下去 所以這個是 幾意外 或者幾少見 我跟你說 見過的製作人來說 他是真的可以做完 真的 比我難得幾個人 挺聽文性的 我喜歡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 喂 我可不可以不課金去玩呢 這次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不課金去玩 是可以玩到的 但是當然啦 有些人會不相信 你可以玩到啦 我們都試過啦 因為 我們有個之前 我們有個 應該是日本人的隊友 他基本上 是完全沒有課金的 結果一下去 他就面對一個問題了 武器你要課金 就要level 4 就要課金 要不然 就開不了再高level 一些了 MS機體 level 5 就是要付錢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用那部機 根本沒有那麼高level 那你便不可能得課金 當然 如果你的部機的level很低呢 同樣道理 你可以裝的parts 也會比較少 因為格數比較低 例如GP01 和GP02 現在的後期 一些新的機 即是 超級1年之後的機 是零格 即是你 一個插機一插機 基本上 你可以課金調整性能 是很低的 而且課金之後 你真的有一個整備 即是如果機達 可能機有幾個格子 這些格子是來插你pass 的 整備完之後 可以加一定的格數 令它可以插多幾個pass 進去 課金之後 即是整備的粗 會更厲害 可以加幾格 課金的呢 格數會增加有限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部機是level 1 的話 你課金就加5格 你不課金 都可以加3格 其實分別又不算很大 那兩格其實你裝不到些什麼 是啊 你裝不到些什麼 可能是在說1000和800血 差了一點 但你部GP02有兩萬 所以說 去到一些高階一點的機 可能到現在 例如GP01和GP02 都是只有level 1 所以發展了一套 就是 武火今晚的生存 一 拿些level 3或以下的新機 當然新機比較大力 它level又低 即是沒有level 4 用這些機打 第二 可能用一些 有些優勢 隨著營運時間 越長 遊戲會增 一些舊的機體 會變得到免費 如果level 4 要付錢 他可能會給方便換 即是你給萬二方便換 或者八千方便換 簡單來說 就是用遊戲中獲得的虛擬貨幣 所以這個遊戲就照顧了 喜歡課金 或者是堅決課金的玩家 所以 一直都備受 玩家繼續追捧 當然 如果你說 即使你說話 都是機體和武器 沒關係 即使你連拍攝也有 留意一件事 只要你是隔機的高手 問題就會更小 你不需要用Gb01 Gb02 因為隔機的刀 基本上全部都是副武器 副武器是沒有課金 副武器是純粹跟機體level 所以你的機器 只要可以升到level 基本上 課不課金 你都是那個力量 除了一個格數 但是相應而言 亦都有一些 PACS 根本是沒有課金 然後他做到的效果 是類似課金 但是略順的 例如譬如說 你正常用 加攻擊力的 加格鬥攻擊力 那你就裝格鬥的PACS 不同level 但是他有個叫 格鬥出力向上的PACS 就只有level 1 但是你加了下去 就相等於你基本上 加了一個課金PACS 再加多一個低階的小PACS 但是其實這個PACS 是不需要課金的 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 不課金的玩家 然後你只用格機為主的話 其實你的輸出 不會真的差很大分別 這也是另外的好處 所以這遊戲其實是幾適合技術 就是可能打機差不多成能的時候 大家的技術就非常重要 合路相逢面對面 鬥快射中對方 這件事是 那些人很差的 就是射中人 很厲害的 未來已經射中你 但是問題來 我們講了這麼久 可能講了很多系統 或者個人系統 或者戰術上的問題 但是團體這件事 其實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講 現在我們應該要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那就是一個6對6 或者是最低級的 他最少可以3對3 最多6對6 即是全場只有12對戰 的遊戲 那這個隊形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啦 你可以打 全部人都是炮 全部人都是隔雞 或者我們 很好玩 你看到有些房子很有趣的 水泳暴戰 不是炎天下熱神像嗎 對吸血鬼之戰 因為那些房子名 你可以設定有什麼requirements 於是你會見到一些很奇怪的房子名 會有些 但是那些先不要管 你會見到可以水泳暴 譬如是什麼 全部人都用鞋 治療那邊全部都用鞋 用水系的機 鞋是另一部的 就是鞋 什麼渣虎對吉母 或者重演那些戰役 大家知道 對 你相應而 你可以打的戰術 其實就是直接取決於 你機體的組合 以及地圖 這個就最明顯了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人救病 特別初代 喂 你聯邦打山岳地帶 你這個東西二手難攻 只會很不著數而已 當時很多時候被人救病 當然官方後來出了說可以reverse 有時候會是 那 比較公平的地圖 可能是都市地圖 比較公平 但是你不同的地圖 其實都有相應大部分人的打法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真的存在一隊的話 或者有一個人提出了某一種特殊的打法的話 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可以這麼打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 它有地圖叫補級基地 補級基地 在地圖的正中間 有一棟樓 棟樓的前後各有一個據點 大部分時間 聯邦召護兩軍 各霸前後一個據點 最初就是這樣 大家圍著同一棟樓 轉圈打 但是 試過有一次就是 咦 為什麼聯邦不出來 沒有出來拿據點 不知道做什麼 只是拿了家附近的據點 然後去到聯邦的家 聯邦家裡沒有人 聯邦的機器去了哪裡呢 他們去了地圖的死角 地圖的死角 有三個倉庫 然後 有兩部雷射大炮 各自站在一個倉庫 就像中國小說所謂的 倚國之勢一樣 就兩部雷射大炮 不斷在打地下 射停你們班人 因為他們只是防守 純粹在那裡 但問題來了 當最近的據點 本身聯邦拿了 你自然要過去 你補給線是不夠補得快的 然後他長期有兩部炮機 在上面射你地下 結果就是惡鬥了 你會見到這種就是 他是非常規打法來的 但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到 當時最好笑的就是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那次其實是打到的 大家可以咬得很緊的 但問題來了 正如一開始講過 他們去了地圖的最角落頭位 他有另外一部機 在另外極限的反方向 繞了整個地圖 去了我們爆家 炸了CAMBASE 結果就是輸CAMBASE 最後 因為你們用盡了地圖整個闊度 即是阿仙奴那種 用盡了整個球場的闊度 有時候是很神奇的 即是我們說談战術 其實開頭 開麥克風就行 或者用手打字 也行 但有時候 有些隊伍會否聽你講 提次 即是談好战術可以了 打的時候發覺 對家用你一種战術 可能會令你變陣 要怎樣決定 即是他會考很多 用家去臨場應變 即是我們打出 咦不妥 這個战術不弱 或者不通 要改變 可能要靠大家互相玩家的技術 和經驗去達到 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 除了戰術之外 有一個比戰術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COMBO 因為這遊戲 剛才有馬說過 有個人極限的修正 例如打第二 都會更小 第三 其實它有分得更小 如果你的手機是很大力的 例如茶波羅四聖獸 有些大力一點的機體 你那個修正是比其他機體更加誇張的 你第二刀可能不是剩下七成幾 第二刀剩下三成一半 那你的向下修正是極大的 於是你基本上 你主要打刀可能只會變成 這些是個人機體的問題 但其實你去到後面 你會發覺問題 隨著你官階不斷地向上升 大家可能 道理上 半斤八兩 但是你的機體向上升了 那個數值會加了 結果大家的血量會加了 那普遍來說 這個遊戲大概去到 中位 左右 基本上大家都會有 接近萬五血到萬四血 那你基本上 一部機的個人combo 是沒有可能打到那麼多血 於是所謂的單天譜至尊的高手 慢慢去到後期 就不存在了 因為你初期還可以說 我的坦丹很硬 我有個很厲害的Sniper 你可以長期扣一個人壓到 還可以做到 但是去到月後期 因為你個人combo的能力 基本上一部機都可以殺不到 甚至打一半 已經很極限了 一個人可以扣到一半 一個combo 但是你殺不到那部機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一定會遇到那個情況 就是 對面有四部機都是殘血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六個人 打過四部殘血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死了兩部東西 對面是沒有死過的 你總會面對這些情況 因為 手動鎖 你可以完全射不中人 或者他又完全射得中你 可以合巧地發生 這些東西 於是就會有個很調解的情況 所以其實 去到再高階一點 就是 如何用一個連攜的打法 即是所謂的大魔氣墊攻擊 那些 逐小說就是圍抽 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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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 不只要目視敵人 要目視自己的隊友 即是你要 預判隊友在什麼位置 預判他有什麼技術時候 要配合他 或者可能 要等人家配合你 即是大家互相要combo 即是他已經出刀了 做什麼 可能炮機已經射停了 即是立刻衝過去 劈他幾多位 撞他 迷之聲 友馬你說什麼 怎樣 他經常都霸著這部機打 I'm sorry 好嗎 行不行 其實是這樣 很多時候 友馬 我知道他拿著一部 很強力的機體 很喜歡 咪著一部機 不肯走開 但我們既然說 要圍抽 通常都是選擇 一擊脫離 然後再等其他機體一起補上 但 總要有些時間磨合 我們都磨了幾一年 兩年 這個遊戲開幾年 三年 我們都磨了兩年 最近都叫做 收成正果 大家懂得 打完之後走開 然後再給人補槍就補槍 補刀就補刀 補刀就補刀 你見到有時候 街場當野場 有些人不懂 打完之後 會站完圍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或者他退的時候 他是垂直前後動 他是不會被你射的 那些新手 當然都是轉模 我斬單 他站定定 轉火箭炮等 我再補刀先 其實可以選擇走開等 多數都不會懂 因為你見到 通常我們玩的combo 可能打單之後 立刻開封 打橫 或者45度 躺開 全武器 順便再補 就算你說combo 如果再打得熟 的話 其實是可以兩個一起 一起打 四個一起打 三四個一起打 一個火箭炮 兩個拿著劍 一個打一隻腳 一個打一個頭 這樣 那對面武器 一氣就爆開 基本上 可以再用黑色衣服攻擊手段 不過 剛才E加B說過方法 要大家的格鬥 要遷就位 要不然 就會自己隊友 和隊友互劈 這就牽涉到 所謂一個不公平的地方 很多人都會救命 特別早期 就是 聯邦的格鬥很容易用 因為聯邦的格鬥 大家都用雷射刀 雷射刀的模組 基本上大部份機都是一樣的 都是加沙斬 結果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範圍大 容易中 很多人都很喜歡用的 照 反過來 你用大摩就明白了 大摩就是一條雪條棍直撥的 可以橫掃的 不是的 後隔 我們算是最大力的招 它是直撥的 直撥的 直撥打的機位是多少呢 就是一隻高達眼 範圍只有一隻高達眼 那麼闊 基本上很小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發覺 咦 我撥了高達的盾 外面夾一隻雷射槍 你可以打不中人的 完全打不中 尤其是大摩的移動方法 是有個氣墊 有一點點關性移動 你動完之後開格鬥 你會發覺機器會繼續往前飄 繼續滑過去 如果回到聯邦那邊 聯邦在後隔 基本上是原位的 但是大摩 氣墊 不是原位 是向前移動了一步 基本上打摩 我們要再多一步 其實要 即是你在保機滑到前面 大概三個身體車出後 那你會在兩隻身體車上打摩 對 還有你打摩下去 你可以找一個棍去打摩 或者只是用一個棍子去打摩 對 所以剛才說三四個打摩 同時歐步 可以的 一步閃光或一炮之後 然後三個打摩 劍尖勾下去打摩 就立即對面保機可以玩 因為你會互相打中 你互相打中 是不扣血 但是躺下 躺下就被人打 因為沒有自動的遊戲 最喜歡見到 沒有自動的遊戲 最喜歡見到 嘩 自己不動躺下 又不扣 那就正 所以問題就是 互相打中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剛才說過 去到後方的combo很重要 當你睡覺的時候 那麼大肥豬肉 對面吃不吃 當然吃 那時候發覺 幾乎沒有機會一起來 你會快升天 還有你中斷了自己的combo 很多時候都是 斬完 不要貪了兩刀 你逼一刀走開 後面有些更大力的來 很多時候都是 對 你看到隊友在後面 你都會去別人的手機 的後面 即是變成了三橫字 別人的手機在中間 那你combo無所謂 你不會阻止別人的手機 會去 那這個 combo當然有很多這些技巧 其實 除了遊戲的進化 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作為一種手動 瞄準的遊戲 應該大概一年之後 開始營運一年之後 應該好像2013年4月左右 就出了散彈 散彈 散彈是一部少人用的 這個機 那現在extreme vs 也有 就是伊芙烈特 那extreme vs 那部是伊芙烈特改 那伊芙烈特改這部也有 那部就是格鬥機 那這個就是 剛才有馬說的那種 對腳修正的問題 首先這遊戲可以課金 課金是課金level 5的機體 因為剛才講過 格鬥機的武器 就跟機體level 所以如果那部格鬥機出了level 5 就知道那把刀很明顯會大力了 那因為伊芙烈特改 是一部拿雙刀的機 那其實初代很多人都有一個疑惑 就是 它是不是算是double的呢 因為大部分機都是單刀的 它是雙刀的 那它是不是扣多些呢 它的確是扣多些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誠意地算下去呢 其實當然是不說話 但是它是真的大力的 還有它有個百力聲 那伊芙烈特改最好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對腳的修正非常大 叫好處是什麼呢 你很容易可以劈僻人 一下靠叉斬 吃下去呢 那部高達就不需要起來了 即是它起不起來了 但當這部機本身已經很強了 當然啦 限時最強 因為8月3號計算中球 計算時間 出了這幅5 課金 這幅能力提升了 那就更強了 沒錯 它只是能力提升了一個星期 接著官網就公佈了 數值微調 對腳步修正降低 因為它見到1個月之後 很多人都買了 OK 收到數了 快點了 鐵尾跳去吧 那不是的 都是勤人性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考慮 但其實這遊戲的戰術 除了你是每個人 或者每個組合 機體的隊伍組合之外 其實官方營運的Policy都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說去到比較初代 可能就是 它營運了一年 那一定有一堆玩家 就會升到比較高階的官階 例如去到座級 即是大座 中座的官階 那去到那些官階 你當然不會還在握斗槍 也未必在握火箭炮 你還在握光槍 但是握光槍的問題來了 大家都沒有自動 但是想一下 至乎有多少部機器有光槍呢 其實沒什麼的 特別初代 基本上只有一部 就是先行量產型勇士 那部對應的機器就是高達 RX-182 但是聯邦不同 聯邦有EZ-8 有BD-3 六戰高達 又有高達 你說得出名的機器 都可以握光槍 全部都可以握光槍 大家握光槍 因為光槍我以前曾經說過 它是比火箭炮軟的 如果你的問題是 別人射到你 你射不到他 那就變成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的坦克這樣 射程很軟 你要很多部雪曼去踏屍 去打他一步 去圍死他 但問題來了 如果大家都是六部虎式 打六部雪曼 那雪曼就不用打了 因為射程比你大 特別是肥一點 腳那裡 腳就肥一點 很重要 你射一隻腳就只有天下 知道嗎 這套東西 所以初代有個問題 怎麼辦 雷射槍很兇 打不到 於是就出現了死鬥的模式 也是這遊戲另外一種攻擊手段 撞 強撞 強撞 無視你的防禦力和屬性修正 算是屬性修正的 無視防禦力 直接扣固定定額下去 再加個修正 於是 初代的人 對光槍陣 治護的打法就是什麼 大家打麻將一個打法 碰 四方城 碰 四部大魔圍著一部高大 一起踩過去 撞下去 硬撞死 只要對家死了一部 有一個缺口的話 你就有機會反敗為勝 不然你就基本上 射牆都被射龜地射 那這個是 可以說是營運方式的問題 當然 官方發現了這個問題 去到之後就將 光槍那個 草的時間 加長 射程也縮短 威力也降低 相應調整 火箭炮的攻擊力 其實他很多時候 也會有這些 微調 他會定時看回 現在玩家的情況 可以改回數值 加上幾秒的時間 或者重新時間 或者破壞力 他比得很精 剛剛計好數 可以令你的手機 可以平衡性 反映 因為他最黑人真 或者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的時間 是捉得很緊的 用回我們剛剛說的例子 就是追擊手 追擊手的間距 彈與彈的間距 是有大概四到五種時間 你去到最短距 就是三秒的間距 你可以連射 因為如果你的手機 中了之後 硬直如果你是很遠的話 大概就是三秒多 接近四秒 於是如果你是短過三秒 那你就短過硬直 基本上你可以連續打了 你可以連幾槍 當然連幾槍 前提就是你的彈去到的距離 如果你要連幾槍 你大概上限四百米 四百米才能連到槍 遠一點就開始有機會掉槍 會斷了 但有些機 比如說初代的Sniper 就是最遠射程那種 那種就是三點多 就未去到四秒 但問題就是 有隻很特殊的機 就是實彈型的Sniper 那種就好像四點二秒 即是你怎樣都 combo不到 你無得個人combo 但取而來之 其實很少人用一隻槍 因為你無得combo 亦都是打實彈 火力都比較小 反過來就是 他打實彈的 他計算的是蛋夾 他蛋夾一夜有白髮 結果就是 你可以用大量低火力 遠距離的民眾 去換取極高的總體火力 前態是你打中的 當然 尤其現在大家 可能打光槍陣 實彈型的機器 反而偶爾 因為他躲在射 你看不到光槍在哪 你會摸一種彈 咦 哪來的 哪來的 這彈 你是完全不知道 那是什麼人 如果加上迷彩色 之後 你可以用它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機器是可以跪低和躺低的 如果你跪低和躺低 雷達是無法捕捉的 浴線都比較難 吵光槍你躺低 你吵光槍 我都能看到光槍那顆點 你實在看不到 你找不到射線 因為 所以你會有相應的這些組合 當然 剛才我說對腳 所以也會有另外的組合 就是 整班的機關槍 最明顯就是 韓地吉 嘩 你惡中之 很惡夢 走廓的惡夢 我告訴你 他可以一直走 一直走 一路掃 一路射 然後很快便會跪低 然後面前要跪低 不好意思 我輸了 玩韓地吉 最少會按什麼 按食咬就行了 不用按其他按 不是 要按方向就要走 因為如果你有兩部 三部 那些大摩腳很肥的 你夾著那些射 那一部射 很快就噴射引擎 噴噴一下 又躺在那裡 然後就給你 一部沒有機動性的大摩 那不用阿寶就打贏了 那沒有需要打 結果 你會看到很明顯的分別 你如何透過這遊戲的設定 去打 你心目中的combo 就很重要 還有隊友甲 就是可能整場 人家也有這部機 已經有三部韓吉 可以拿回一部重波力 打停的機 即是打停沒有打波 可以玩數 就是這樣配合 就是要看 所以你看外面的人 很少說 三部韓地吉 這麼恐怖 那麼站在那裡 因為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未必能打停 這麼多部機 光昌陣打波 打波 撞兩部機便可以 當你全部都韓吉 只要寫一部 你會玩的 還有韓地吉的血 實在太少了 即是你真的 一個不小心 後面有部Sniper 兩槍 就已經跟你說聲 拜拜 而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遊戲的重生時間 因為它不同的機體 對應Course 或者機體有多大力 有個重生時間 所以譬如說 我出京本很煩 我出GP02 那你不死就無所謂 你死了就很麻煩 你的戰場打小傲人 差不多一分鐘 一場八分鐘說多次 一場只有八分鐘 那你四十秒不在 那前線怎麼辦 那就是陣破 被人引咬 打小傲人 沒有人踢球都見 六個打你五個 那我肯定六個贏眼 六個有優勢 不是撕眼 但有優勢先 所以就會對應 就是說 怎樣組合你那隊人 就有個要求 就可能說 咦我們是不是要一部 是做坦的 但是重新好快的機 譬如剛才我們早期說過 那些Light Arm 即是Cheap機 它不是沒用的 因為它要維持到戰線 那你會有各方面的考慮 如果不然你突然間 你的全部機都會很大步 結果 死了一步 死了之後全部要等 你就很難忘了 Light剛在後期 都真的是一隻殭屍 你殺完它之後 無端端 十幾秒之後 又見到它在你前面斬你 不是的 尤其現在它有重新支援連結 即是 全部都可以加一秒 尤其它很恐怖 就是 我第一次見過 我們在後面打完它 然後我們打完DK 我們衝前 還沒衝前 還要重新回來再打你 街頭見到它 街頭又見到它 街頭又見到它 你什麼事 你這麼快回來了 那個叫前線支援 支援連結 因為它的重新時間 是可以很短的 有些機器是可以短到 少於十秒 於是你想一下 你剛才說過 一個硬直大概是四秒 你根本上一個團體 可能剛剛打完 你可能殺到一部機器 咦 那部機器又回來了 哈哈 不是 殺了一個 就黏黏黏黏 再加上它可以 因為它的便宜機 通常那些slot 比較多 就是插Pax 那些Pax就可以再減 你的重新的時間 變成無限僵私流 就是這樣 還有它再開發開 再減重新時間 剛才你說 你還記得 它自己可能 再加Pax 再減重新時間 還有一個勳章系統 又減重新時間 所以發覺 十秒 可能是幾秒 四秒 十秒 沒有幾秒 因為如果你太短 你會發覺 你的人 你重新到 但你的機器重新不到 你會有這些 你太短 我試過 我試過玩殭屍 其實挺好玩 還有現在 剛剛去到 Lv8 是不是 去到Lv8 機器的防禦力 有回到上下 即他上前擾敵 是很麻煩的 還有 顧波出那個拍 炒技很棒 死一次之後可以加血 不斷斷血 就是 加500 所以你最多 加2000 不停 然後他越重新越厲害 連銀十指 然後多4000 哇 這麼多 我見過他 因為Light Arm 這些可以說是有趣的地方 Fx 低cost 你去考慮血量的問題 但反過來 他也有 說回打Combo 他有很多之多彩的打法 因為 譬如說 隔機的打Combo 隔機場 就最麻煩 譬如說 你是強人 那樣的 強人的後隔 比較有趣 他是分開三刀來出的 然後只有最後第三刀 是可以打單 前面三刀 都是不會打單 那你就想 咦 那前面三刀 是不是廢的 不是 因為強人很有趣 就是 他真的跟你看 初代高打一樣 基本上 只是打前面 角度很窄 基本上 只有前方 大概三十度角度 就是 袈裟斬 基本上 你打中強人很容易 強人打中你很難 但問題來了 我每天都這麼小的範圍 如果我一個人打兩部機 可以怎樣打呢 不要緊 串燒 你可以出串燒 可以 第二 可以出後隔 因為後隔 後隔分三刀 不要緊 你在出後隔三刀的時候 你可以照樣扭你的蘑菇轉方向 於是那三刀就像一把線 分開 刺三刀出去 然後你就可以刺停一步 最後那刀是打單靈一步 這個是好技巧 不過很多人 尤其在教育法會有些人會用這招 這個也是 指標的特點 就是 他的控制 好像看起來 沒什麼特別 但是 純粹靠你的控制有多精巧 去控制到你可以打出什麼效果 剛才說的那個傳燒就是 特定引了兩部機 可能兩部機是圍著你 做特定走走走走走走 都要對角線的時候 兩部機 好像排在一起了 你出道,一有駕到左手,一有駕到右手,全都會全關 某程度上,這個要跟駕駛員的幸運值成正比的成功率 看地形,有時候,你知走路,有些路要走路 看地形,最好笑,駕沙斬,你站在低地上,摸到頭,但不斬不到機,為甚麼? 因為你套進去,山浪的地方套進去,一砍進去,不中的,分力低一點,不好意思 這個地形的問題會有,因為他格鬥的機器真的很小 而且他格鬥的範圍,他定義的範圍是很小的 即是你跟打Mohan有得比的 例如勇士的後駕,是歐尼,右B,腳趾的後面 你提到這個範圍,剛才提到最小的強忍,順便提到最大的吉姆Striker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設計挺特別的 有些機器到中段是近乎垃圾的 但最近出了這部霸,我們第一次對到,大家都一起瘋了 竟然會滑,一部格鬥機會滑 本身不是沒有的,強忍都會滑,但很限定某些機器 但大家一路的認知,這部機器是不會滑,是傻子 看到他就打爆了,問題說了 誰知道他突然看到他滑,是否要落金手指 後來脫範圍不是 原來這部機器到這麼高的層級 有時候會加一些特別的技巧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吉姆Striker 他有一個緊急迴避系統 即是你出劍也好,做了什麼動作也好 只要連續按兩下的交叉 這部機器突然會滾地叉地滑開,避開所有攻擊 像阿佳一樣,我們剛才說是多拉A夢 即是這部機器到一定程度的層級 他可以出三速,刀手有時候很神奇的 是一個可以打你背部的機體 他手腕橫隔向後撥的手腕方面 不止他可以打到背部的 其他機器都可以打到背部的 但他最有趣的 我們要選擇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這個遊戲是有反格的 盾的概念是比較有趣的 說了盾才是比較容易明明 如果你玩過初代DX 或未能拉盾的年代 盾基本上打中就有用 打不中就沒有用 手腕橫隔向後撥 斜斜都射不到閒才對 GBO就像這種的 即是你不能主動拉盾 也不會拉盾無敵論 但問題來了 你怎樣可以透過利用盾來擋招呢 這個就是問題了 當然你的盾是Default設定在特定的位置 根據你機體而定 但你可以透過你走的時候 你boot的方法去控制你的盾 展示面積有多大 譬如說你是一部普通的勇士 你在boot的話 你的盾就正常地在範圍 但是你的盾有手 你的腳就很容易被人打到 於是你可以調低你的眼睛的視點 去把盾壓到低一點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些微調視點的做法 去把盾擋的位置去改 當然這些是更麻煩 或者更技巧性的打法 有很多種這些東西可以adjust到的 這個可以說是盾方面的技巧 我們再說反格 反格是很有趣的 他任何時間都可以反 只要對著格鬥 格鬥就不限於出第一刀那一刻反 你可以出到第二刀中途被人反 或者第三刀中途被人反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前格出得很快 左右格就範圍大 都算快 後格就有少少發動時間 你感覺上 所以後格其實是很容易被人反 但是你反的話 就完全不扣血 然後還把那條一夜 Hit End 插爆在地上 你反的時候 你無敵時間 別人幫助你 因為你被人反 反你的會無敵 第二就是 你被人側在地上 有4秒被人任打 不是 是中途撐起那一刻 已經被人任做 試過很多次 反格 I am很喜歡反人 一反 我就一堆飛彈 扔過去 然後你這部機被我偷了 是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因為那部機 還沒扔到落地 已經死了 已經被落下飛彈打死了 在拿著他的頭 扔他落地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 是 那因為 如果你 也必有個人 有一些說法 就是有些炮 支援型的機體 都沒有劍 特別是早期 如果你用5 智慧是有心 智慧是因為 渣古1 最激型 當然是沒有劍 那你有什麼格鬥選擇呢 是沒有飛彈的 沒有飛彈的 什麼都沒有的 夠了 他不是DX的 渣古1 可以前前BC 可以剷地 是沒有這些 沒有人 他只有追擊槍和 頭炮 頭炮 後來指揮官才多一顆 榴彈 榴彈 你會練到的 就是什麼 反隔 嘩 隔的時候你還沒出生 這個是你講的 對 我反隔的時候 你還沒出生 因為我試過 我隔機 我前面打 那些人都可以隔在隔隔 其實理論上 我反的成功都不低 可以不斷反應 一場反四次都可以 一場反四次就少了 我試過同一條 被我反了四次 那一條傻 我真是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但有馬的被反的其實都挺高的 先看看連線質素 但我要強調 我要公正一點 他最近是被人反的少了 因為他拿了小隔機 沒有關係 看連線 連線好當然不會被人反 通常我被人反的時候 連線都不行 連線一厲害 出了一刀 人家可以很容易反你 那當然 你說反隔 其實他well defined的反隔 就是前面才能反到的 嗯 但如果你連線不好 你會發覺有一件事就是 當有一部大魔 在打你的隊友 然後你在大魔的背面 然後你作為一部高達 是可以從後握在大魔 反他的格 這些就是連線不好 後來 因為反隔 反隔應該是前面反的 左右的後面是反不到的 連線不好 就可以從後被人打 那這些會很奇怪 那當然 會先問題 我們最後才說 可以說 我們回到反隔的問題 那反隔 你說可以有這些玩法 但其實他還有很多不同的 因為你就算握爆他 你都有不同的判定 因為 好了 那部機 掉了在地下 但是 你有什麼招打到地下 這個就是格鬥的問題 因為你射擊射地下 就沒有什麼難度 但是格鬥打地下 就有不同的感覺 就有不同的感覺 譬如說正常機 你後隔一定會打到地下 但是有些機後隔 是打不到地下 是打中腰的 例如導彈SC 就是 那個SC 即是 Sniper Custom 聯邦那邊 他那支基本上是 好像針刺的特刺 跟強人有點像 強人的後隔 也是打中腰的 強人以為是左隔才能刺到地下 他前右前就可以 前左前 前左前就可以扭地下 勉強扭地下 你的左腳尖的位置會是 前右前 對 前右前 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 反過來 又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 我們一定要說 最明顯的分別 大摩 這裡有人是對大摩投行的 對嗎 沒錯 那就是我 因為大摩那種難用 就是另外一種令人辛酸的感覺 你要苦練 連球呢 雖然有很多機器 但其實每個機器的衝動性 行動是差不多的 智慧不同 勇士是一種用法 大摩是有一種用法的 駕骨是有一種用法的 就是 三種不同的機體 是要大家各自練的 你還未介紹那些奇怪的東西呢 查波羅斯星手已經有四次用法 還有折打 經保煩 不同的東西也有不同的 現在大家看完UC的機器 現在機師這麼多 都拿了十年的機器 要是給他一部新機 他是不會用的 這個就是反而在遊戲裡面 這個反而是你而已 不是 現在我都 除了打摩之外的機器 其實我都不太會用 因為它飄移那個 其實是 有一點奇怪 其他機器是應用不回 二路模式的 其實是 那就好像大家打 Extreme VS的Tologis SB的Boost系統 是跟其他機器不同的 但是拿這個Tologis我可以 我大魔我真的不行 真的奇怪 因為大魔難用的地方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 因為它是移動 它是先著打的 於是基本上 它會發生一種情況 就是 拖刀 因為你用左右格 是打在側面的 然後你又撥著這樣打 於是你會慣性地拖 拖行下去 於是你拖刀 就可以拖一段距離 一拖一拖全部人 兩部機器只有 兩三部 就不會拖到太多 就不會拖到太多 好像Seed裡面的大魔騎士 那個格向前 突進 拖下去 拖著橫劈一刀 但是它那些線是 基本上是無組決定的 但是這裡那個線 就是你自己 怎麼拖來決定的 誇張一點 你當它是Feedome的一閃 差不多 是啊 但是問題是 你Feedome一閃 不可以轉彎的 這隻是可以轉彎的 Feedome 不是不可以轉彎 Feedome 可以一閃飛艇 不過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意外做過幾次 大家都呆了 可以的嗎 先回來 當然 你要打大魔這些 這樣打的話 其實是另外一種好玩 因為 因為你應該沒有其他 跟人家高達的大魔 可以打到 動畫那種大魔 那種氣展的感覺 所以從而黑色三明星的打法 是 這次都可以做到 只要三部大魔 拿著三個鐵和武器 的話 加上一閃 和吸附 再加一支炮 再加一支砲 後吸附 真的可以完全做到 那部機器應該都沒有了 還有沒有打一半 看這部什麼等級 還有最好是 對面的高彈 不會踩人家的頭 是沒有格鬥技的 對面不是阿寶 但有阿寶的Logo 給你用 他們受重力的速度 等等就算 最後 我們再說連線的問題 連線的問題 是挺有趣的 因為連線比較有趣 官方的營運 其實是沒有什麼支持給你的 他跟其他玩的高達遊戲 你連線 可能連到官方的伺服器 他的連線就是什麼呢 這間房的Hose 搏一個六對六的房 就其他十一部PS3 搏到這個Hose的PS3 基本上官方是不科費你們 這個戰鬥連線 所以作為Hose的連線 就很重要的 特別是六人房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 Battle Operation Next 那時候 沒有了六人房 只剩下五人房 因為回線的問題 可能五人就少一點 容易解決一點 同樣道理 你會看到 剛才說過 因為你回線聰明 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例如說 突然間不知哪裏 摔機出來 鬼影變環球 你沒見過 部機在空中站在那裏 沒見過 即是Gundam O開場 即是動畫開了一閘 部機在天空上 殺人看著 見什麼事 然後知道他就死了 但Gundam在上面走也好 究竟有沒有彈在上面走才會害怕 很多奇怪的現象 會厲害到 部機站在那裏 但其實部機不是這個位置 你砍他 可能不扣他 或者扣他 部機會倒 即是 可能實際部機在你一個位置 會死了 你經常在機場打他打他打他 但你沒怕他扣血 剛才E加B說的 就是我們試過 那次說 為何沒有人打個坦克 有坦克嗎 哪裏有 去到最後 完場前 好像一分數 然後發覺 有沒有坦克過天爐 然後我就開始 要射天 我試過 A屎站在天爐 他不會動 我射他 他會扣血 但他不是一個位置 但我照射他會扣血 這個是很有趣的情況 你不同程度的NAT 是可以有很奇怪的效果 我記得有一次NAT 更恐怖 我們打完 夠鐘 到有馬還說 喂未夠鐘 我還有幾秒 這個才是最奇怪的 最詭異的地方 打到我扣血 打到我 有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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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來 有分了 有些NAT 情況正常 比如說 火箭炮 射停 然後衝過去 砍一刀 但是 如果你NAT 射停 你見到那個人 還有零點零幾秒 按了一下 然後衝過來砍來 你還換了武器 或者見到 打人家的時候 那部機睡著 以睡著的形式 水平移動 好像蟑螂 我試過 水平移動 但是在攻擊中 才恐怖 沒事 你拿去撕來撞 剛才我們說 正常 倒在地上 有四遍時間被攻擊 倒在地上 有四遍時間被攻擊 倒在地上 我告訴你 原地直立 我告訴你 你什麼事 我還沒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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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 平時用大摩拖刀 橫夾不會倒 他會看到一個 跪著的動作 然後他用跪著的動作 向我衝過來 然後我身上就爆了三下 爆風 即是你理解不到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網上有段片 有說過 這個極致是 你看不到一部機 但你會不會中槍 你會 那些機器是跪著 不動的 但是那些人是不停地動 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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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一部機 那段片子 他整天被人 一個頂都看不到 但你會中彈 你那個人 在射用金手指 或者其他東西 因為我都看過金手指 其實你進去 你完全找不到機 但是你保持中彈 或者有些金手指 看到機 但是你射它 它是不會中彈 或者不會中彈 不過那些好像都試過營運 捉到 也都鋪掉了 對 鋪掉了 但是我們講正常連線 正常連線 以前也有一段片 很有趣的 因為 因為這遊戲很有趣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YouTuber 有的 例如有個初代 大家會認識的 就是老兵 因為他就是尊重老虎 但是他用一個 比較中年感性大叔的聲音 去說 於是 雖然他打就打算OK 如果以那個官家來講 但是 娛樂性高的高作曲 就是龐白 就是大家看達改樣 可能是 那同樣道理 你會看到不同的YouTube的人 會放上去 曾經有一段聰明片 就是 因為他很多時候會加上那些 有些Cut in 會播一些動畫 對 或者會播那些 東方那些 檸夢 那些在下面 但是他們在那邊 都會說話 說說一下 譬如說見到那個人聰明 然後他就會播 看他的音樂 突然間慢慢出來 然後你會看到那部機 是在那邊閃 不斷在雷達那邊閃 左右左右跳 好像 Double O那些 Transum 看到那部機 明明是不知大摩還是什麼 不斷在那邊閃 不斷在那邊閃 然後說OK了 你終於斬爆他 然後看到他在面前爆炸 突然間他在天上跌倒 即時 Dolando也說 這個引擎瞬間飄移 就是左右 前後 完全是龍珠的瞬間轉移 對 或者你叫做寧波微步 應該都可以 所以 這個也是問題 但是 官方的update 其實是有處理過一些問題的 比如說 他剛才我們有提到 駱少說 Level 8的GM Striker 會有適合緊急回避 緊急回避 簡單說就是滑身 但是 他比較有趣 如果你滑身是可以避招的 避招的定義 正確一點說 是應該說避了那個招的 擊中的效果 但是不包扣血 就是好像麥兜那樣 內外傳科不包 那腳 就是你會發覺是什麼呢 你明明是避了一招 你滾到牆後面的 但是你發覺 你是滾到的 你沒有被火箭炮打停了 但是你發覺 你是被扣了血的了 你的扣血量是存在的 但是你的行動 不會因為攻擊被打斷了 你的肌的確是可以避到 但是你是被扣了血的 這個就是 可以說他有一些被人救命的地方 即是他改極都改不了 正確來說 如果滑得 就應該是無敵 應該是不扣的 又或者中了應該會有 被攻擊的硬直動作 而應該滑不到的 但是因為處於這個 不公平的世界是會有滾的 所以就出現了異常的情況 就是你滾完之後 血量扣了起來 這個隔離左中右也有機 其實就不是不公平的 這個是通用的 大家都會遇到這個情況 大家都有的 這個是 我相信日本本土應該會好一點 純粹是滾的人會更加明顯 和嚴重 這個是比較明顯的事情 但是官方是有嘗試去處理過的 但是問題就是當他處理完之後 就變成全部人更加不習慣 很聰明的那些就會覺得OK 但是原來不是太聰明的那些就會覺得差了 我見過你寶石是暗夢來的 咦?什麼事?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這樣的? 你會不斷被人反隔 是的 你會不斷被人反隔 這個就是反過來的問題 所以其實營運方面 把那個連線模式改過之後 其實之後又restore回原本那個 大家習慣了被重力牽制著的人 就繼續被重力牽制 不要上職民星 純粹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不是的 因為官方應該要切伺服器 不過他沒有做的 你怎麼說都沒有用 我想要切伺服器的話 就是那個 那個費用 就不是可能這幾千個Player 可以營運到 這樣就變成一個課金扭蛋了 想要強引扭蛋 500日圓抽一次 會這樣 現在他又 其實 剛才說過課金 他就沒有分開 付一次馬步機率 就刺斷下去 就不需要付錢 武器也付一次錢 所以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說 可能課金營運不夠撐 課金需要很低 但我相信官方都有想過 相應的吸金策略 是否也是第三周年才出的呢 高驚出擊那個 之前我們正常玩 就是普通出擊 就扣一個Energy的備速 但一個叫高驚的物體 就是確保你有更多的reward 但一次就會用你三個Energy 但有些人就因而有些好處 例如E加B 趕著上班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呢 一次有高驚用十三個 那就是讓課金再打 其實這種營運方式 是引返近這幾年的課金遊戲 課金騙你錢的地方 不是在於他的寵物 或者是他的角色 而是在於他周邊的肉食費用 即是體力點數 倉庫那些東西 會給你的錢 不是機器給你的錢 即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裏另外最明顯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他騙不到錢的地方 在什麼 首先 PACS的共用 即是聯邦和自由 都是用同一堆PACS的 所以PACS 基本上 你買了 是一流永逸的 而更甚者 就是什麼呢 有部份的防禦PACS 都可以用Point換 即是你都不需要課 嚴格來說 加血那個Neple 4 是必買之外 除了加血 加射擊和格鬥之外 基本上 你只買這三個 除非你很 你會喜歡買加血 那可能要買四個 如果不然你都沒有什麼需要 就像剛才 I am這樣說 不一定要課金 因為有些 我們叫做新血 那就是一些 複合型 加血加得多些 不過就佔用你PACS的 又多些 所以變成 你真的可以不課金 都玩到 簡單來說 如果你用了兩個 新血 兩個新型FILM 你會加6000血 但如果你用課金之後 解釋出來 因為課金之後 解釋出來的幾個 其實就是加1000血 1200血和1500血 那你可以用一個 新型Level 1 加2500血 去replace那兩個 某程度上 當然用的格數 有少許分別 但效果 未去到差很遠 你可以打到出來 課金完之後 靈活性高一點 一定會Efficient一點 是Efficient一點 但用的格數 可能少一兩格 可以用到其他 但你Efficient一點 其實是否在你部 機體的能力 或者你的生存 都能夠反映到呢 未必的 就未必的 尤其很多時候 我們說格數 有近距離 中距離和遠距離 而中距離 就是很多PACS 通常會用到中距離 當課金 可能是用遠距離 去搞定了 不用用中距離 中距離可以加多些 攻擊力 但如果你不課金 通常都可能 你中距離的位置 都會發現 近距離和遠距離 可能不是怎麼用的 可能是P在那邊 令你裝PACS 不太自由 當然 有話說 但相應 其實防禦的PACS 只是用遠 不只是用近距離 所以它能夠平衡 你可以當成的 我們先講一下武器共用的問題 剛才我們說到聯邦有光槍陣 光槍還最乾的地方 在營運方面 就是什麼呢 六高 EZ-8 BD-3 都是同一架槍 所以基本上 你用一架槍 是可以用到四架槍 可以用到四架槍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情況 結果 你買武器 其實就未必要買很多架 你買一兩架武器 就已經可以打很多架 這是另一個特點 當然 你也有些武器 根本是不需要買的 因為可能是你不會用 隔機的射擊武器 可能是斗槍 強型的盾牌 強型的盾牌 不是 有些遊戲都是你買的 但我沒有買 你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就會牽涉到這些特點的地方 當然 其實這遊戲都玩了三年 以一個人流來說 老實說就算不錯 雖然你說晚一點時間 開放一定是難一點的 但是 下午開放才難 那次等了多久 我跟IM等了 是不是超過一小時 超過一小時 超過一小時 一小時 我們三點三開始玩 他說四點出不後 四點三才開遊戲 大哥 你那個時候三點三 我現在坐在辦公室 那時候 我們兩個放假 那我放假 有的 日本有些人 所以人流少也很正常 有些人長期在那裡 有些人是全職的 網路廢人 有些人看到是 早上十點已經存在 然後呢 官房是一直到兩點 四點 還繼續在那裡 他在那裡打六七個小時 有些人很恐怖 可能他已經三年沒有出過門口 日本那條好像二十幾年 好像是 二十幾年前還沒有出GBO 雖然有馬經常說 我用隔機的人還沒有出生 這句是比較不可能的 因為遊戲沒有二十幾年 順口而已 因為我其實是開遊戲的時候 剛才大家說 開遊戲的時候可以用隔機 因為前期用到後期 因為後期當然不快用了 當然是 不如我們最後分享一下大家 對於遊戲的趣事的感言 大家各自分享一些 我最有趣的是 因為我用過一次帳戶 因為要和大家平起平坐 去追回進度 首先會反映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官方要拉平 因為如果你的機器是課金過 你清潔後 你的課金就會沒有了 結果你就會有高階機的二等兵 初期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官方會把那些機器限制 就說 你的機器未去到相應的level 可以用 機器存在 但你不能出 早期好像沒有這個限制 早期沒有 一堆重新人拿著一部勁的東西 去屈一些身兵 我以前就試過 二等兵經寶飯 沒有經寶飯 那時候好像是 那時候沒有 意改 不是意改 我試過見過 有什麼呢 就是我明不明白 我覺得好奇 為什麼我拿著一部level 三大摩托 為什麼對面一部level 不坦克在這裡 完全不對應 官方高了幾級 這樣 坦坦克在說的 後來營運就改回 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說個人的趣事 就是 因為我是用追擊手起家 那種起家就是怎樣 用自護那邊 因為他早期的戰場 都是比較 可以說局促 你可以當作 或者叫做 那其實如果用一個追擊手 你基本上可以做一個打法 就是什麼呢 你是不上前的 完全不上前 完全不上前 就是 找一個山洞 睡在那裡 睡足八分鐘 等人經過 射他 然後這個 睡在那裡的動作 我是用現實時間 好像做了 六個月 就是 那六個月 都是 打PS3的方式 就是你機器進去 然後機器 就是長期找個洞 睡在那裡 有東西經過 就打他 基本上 我這個打法 是打到 你數回 由二等兵 到一等兵 然後上上上上 去到槽掌 軍槽 上到位級 才開始用其他機 基本上 長期就是躺在那裡 那結果就是 當你練習了一身 出擊手 不是 你的手機都可以 槽很準 我和你不一樣 我是隔機出身 Iron 打後面 我打前面 我後面交給他 沒有說錯 我隔機 你後面交給你 真是 嘻嘻味龍 是 其實我也是 大概一周年 那時候 前面有活動 我拿到幾個月 在周年前加入 我選擇 隔機出身 其實在初年是 但問題是我 因為多數 當中沒有打字獲 所以我通常都會用字獲 那我用字獲 我用了老虎 其實老虎也一定要用 後面是限定基督 用強人 到現在 再上屋起 用哪哈道 和忍者 或者用M 那你通常是 前線打 我叫你講脆紋 不是說你經歷 不是是劍工 我還未講完 又馬你可以回到等電話 我未講完 那剛才寫的時候 基本上這裏面應該只有我一個主用銀機 早期就說 技術很簡單 我衝前去打死罵就不要緊 後面你們沒有槍 為什麼就是我一個吸火吸住五六個敵人 就是池實感吸住後面開火 我們通常是你一個不知去咬炮機 接著我們去打其他東西 有一場試過咬到是怎樣 咬到你們說 對面有炮機嗎 有啊有兩部啊 在哪啊 我搞定了 有一場試過是很恐怖的 可以試過是 即是有時咬到是 這部機器是沒有見過的 它存在過 長期沒有見過 現在未必可以 現在是 以前有一場試過的 因為現在你的 隔機都沒有那麼快 秒殺到別人的炮機 因為剛才說過 你單機combo是殺不到那麼快 以前大概 跪階的時候都可以 一趕 頭到尾不斷追到六個敵人打 打到後面 就完全沒有炮機 你說這個誇張 我試過 那個人就是 剛剛那隻老虎 即是必 老虎那隻 不是老虎改 剛剛可以拿課金 拿完課金 當然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 我試過 好像是圍著 聯邦機 來轉了一個圈 轉了一個圈 殺了六部 一個人稱 對面一次場 現在就未必可以了 是啊 因為真的圍著 圍著那個運輸機 轉了一個圈 看到一部機 衝來咬死他 轉了一個圈 剛好 六部死了 為甚麼 還有現在說這個方法 其實是加boot 但我覺得 那部機也有格子 可以加工的力 有些人會加boot 即是boot的長度 有些人近這幾排 有些人會加防 加防 沒有說不行 不過問題是沒有輸出 可能是看到一部機 射擊和格鬥保證 都不會過100 但防可以去到300 不過我告訴你 是沒有用的 或是用combo的話 這部機應該會被困死你 所以其實 可能那些人的玩法不同了 我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這部機 剛才補充一點 它的格數多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於是你會看到相應有不同的打法 是配合出來 譬如有些人是長期一打在後面的 其實它會加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它會加 因為它有幾樣東西 唯一是固定的 在數值上就是 無敵時間的長度 以及怎樣入無敵時間 基本上 你武器的重生時間那些 這幾樣東西是固定之外 基本上你很多東西 都可以因應你自己的組合而微調 例如說你部機boot的時間 譬如大家用Extreme VS的例子 有些機器大家常用 就是因為它可以留空中時間長 飛的時間長 那條boot夠長 但是它不是一個實際的數值 這裡不同的 你可以加長boot的時間 亦都可以加長 即加長boot的時間 意思是甚麼呢 你一次boot可以發動 可以boot到多遠的距離 但問題是你距離夠沒用的 你要有足夠的boot量去消耗才行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那個機動戰的打法去打 亦都相應然你可以有 可能是近代的那些 是加防的 打坦式的衝刺型的打法 現在少一種 加重生時間 即是有次我們試過的 即是蟹重生起回身 通常大家都知道 四秒 被人打到四秒 起回身時間 一定是有無敵時間 但是如果你加無敵時間的時候 對面起身 衝到你面前的時候 它都會滿你時間 不能加無敵時間 不是嗎 沒有的 它那個是加衝刺的時間 加衝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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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用的地方是甚麼 加速度 就是 因為你加衝刺時間 有些容易守的位置 為甚麼容易守 因為你部機boot 可能boot到四五個機位 就會停 但是它的防守路段 可能是七個機位那麼長 你根本就不能一次過衝進去 但是如果你加了你boot的時間 你就可以一次過了那個位置 即是去到你面前 沒有你的時間 直接跟你打近身戰 那你就守不了了 早期有 但近年 近年 近年真的不見有人 用過多格局 早期有這些打法 例如蟹 或者低階的格機 很多時候會用這種死 好像神風突擊隊的打法 我們對上一次 類似這樣的打法 幾個禮拜前 有一隻大隊 為什麼大隊跑得這麼快 追不到 這應該是早期的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我們之前說過 早期是光槍陣 我們臉似要衝 死衝上去 如果臉似要輸 但現在沒有這種打法 通常的打法 應該是狗那批少女 另外幾位有什麼特別的分享 搞笑的 或者是個人分享 當然是金句 我們要贏 有馬就要輸 沒有錯 曾經有一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有馬那次拿了頭 我們一定是輸的 沒有試過贏 然後就衍生了 又相繼於 我們某個局長 曾經落選了 香港要贏 某某人要輸 我們就衍生了這一句 我們要贏 有馬要輸 因為通常我們贏的人 有馬的輸的定義就是 他會拿第六名 就是最低分的人 所以我們要贏 有馬就會輸 通常有做死事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通常有馬就在前面 負責吃炮火 我們其他人就有空間 做磁石 蓋住寶寶機 然後你自己開炮 連那個彈也不要緊 我們就可以有時間打其他 然後有馬最常叫他 因為他拿了老虎改 我連我的臀炮爛 機關槍都開不了 還有其他東西 包括他打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掛叫 老虎都算好 老虎橫角可以掃到 後面的強人更慘 因為強人都在前面三十度 被人餵的時候 被人餵的時候 被人餵了 被人餵了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聽有馬的叫 就算看不到他 他在哪裡 都知道他被人餵了 雷達場都是紅色的 紅色的敵機 他都是紅色的 沒有黃色的 藍色在哪裡 有馬的叫 是比較多的 那些人都比較高 基本上 都是比較 只有他講的 因為我講 最主要都是說 位置距離的 敵機數目 他在喊 起床 起床 但起床是固定的 你叫來做什麼呢 快點快點快點 都不會快點 其實就不知做什麼 但其實他這樣叫我 久了三年了 證明有馬 是非常投入去玩這遊戲 說不定好像 天元突破 那樣喊到幾十天 他會真的起床嗎 已經試過了 不知道 唸力 唸動力 不知道 這個 那 或者 Wix 或者E加B 有沒有什麼 覺得 最脆的趨勢 其實 駱笑其實都說了 都是有馬那些 他比較多笑料 怎樣啊 我比較歡樂 對 我覺得好像他這樣 那些笑料也不太對 就是 我問了 加一句 不要講 不要包括我笑得盡量 這樣嗎 嘩 突然好像沒什麼笑料 這個遊戲有什麼好玩 喂 我不是這個遊戲的笑料 原來 大家覺得這個遊戲好玩 重要的原因 是要再加了有馬 說實際上一隻團體遊戲 有個好的隊友 你會玩得比較歡樂 有個好的隊友 我定義氣 哪 一方面 帶來歡樂的隊友 因為這裡裡面 除了IMG外 其他人都沒有怎麼開格機 我作為一個唯一的格機 初期就是做死事衝去前 代表不少大家歡樂 謝謝 你又不要這樣說 大魔都打得很前 我都死很多 我都是一隻坦 通常我都是衝去前 多數都是 不是啊 你最喜歡說 我不衝的 你就衝吧 沒有人上 當然是 不是 你隔幾人都是這樣說 然後你拿著老虎改 說我只是射斗槍 然後我盾爆了 那我就在那邊走 所以有些時候 你會看到 其實 我和有馬衝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前面 四五個紅色的時候 我看到四五個紅色的時候 不行 你會看到有馬衝去上去 其實是 我都說 踩著他先看照片 不要理我 我可以附加做這件事 是 然後他衝了上去之後 就叫一句 他沒有說我支援 他在哪裡 然後說 全隊都滅了 只有你一個 荒謬了 我衝對詞 你站在後面 那些人是屬屬屬屬屬 我還在天空到尾下 你大佬怎麼開場 你天國看著我 那沒話可說 真是 很奇怪 因為重生時間問題 你可以有幾個人 等著重生 但有馬明明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就是 珍田恨村地衝進去 然後突然爆炸 就說 衝出來 薄薄的 薄薄的 這又是另一句 這句 最少了 這句 因為他開了PLC 謹慎了 因為 薄薄的 開了第二槍 第二句就是 overheat 然後做人說 你剛剛下來了 不是 通常PLC有個問題 就是要說真的 大概五秒才開了一槍 一個二到四十秒的時候 我真的要射得少一點 其實 有幾部炮油機 從reload時間到很久 但問題就是 用不用到reload 就是你個人的問題 overheat 看看你值不值得 為了那架機而overheat 你的流量控制得很好 因為這個是 一個圓圈 好像油門一樣 你是很靠你的經驗 他沒有實際的標記 給你看 心數著 你是純粹的經驗 你以六七成 這樣 回到才開到槍 很老實 你說什麼情況開呢 看到對面Ace 第二槍 不是不補 搞定了 GP02 你這麼貴的機 Ace你殺不殺 講到GP02 我可以分享另一個 因為他有個場 叫做廢墟都市 他有幾條路出來 有一條路就很窄 試過有一次贏到開航 接著怎麼辦呢 有一部GP02 不是我來的 是另一個人 街外人 他就站在那條直路那裡 躺在那裡 因為GP02躺在那裡 那個盾就橫置了 但他的盾就有兩萬多月 即是開路障 對 但問題是剛剛好 橋路基本上封到大部分 那些機器是出不來的 那你首先要突進了 你要先打爆GP02的盾 但打爆GP02的盾 基本上你真的要打三個停 分分鐘 於是但那一場 真的只剩下兩分鐘 結果那班人就出不來 但問題來了 GP02躺在那裡 其他人都沒有工作 黑巧的情況就來了 因為這遊戲是不能飛 但是可以跳 於是那些人就做什麼 儲槍儲到夠 跳起 射回去 不是有人下機幫GP02維修 對 還有人下機幫GP02維修 因為他有個頭凸出來 都會扣打到 然後就有一個人下去 兩人在維修GP02 結果那個robot不斷被人強化 抵消 然後喊到完場 聯邦終於出到來 走另外一條路 但都完場了 是啊 他有些人是可以這樣打法 因為有GP02 是可以躺在那裡 這個打法 這個說到臨機應變 當然要 你可以因應 而且反過來 強人也有一種打法 就是說 你跪 衝過去 不是馬上出刀 而是 急會 跪在那裡 跪在那裡放榴彈 跪在那裡放那些手雷 因為 跪在那裡 首先 對方的 炮機下式就是反架 敵人看到你衝過去 第一個反應 當然是嘗試反你隔 但反隔 你反到你當然是開心 反不到你就變得 愚蠢蠢 站在那裡 反完隔如果你撞不到他 你會變得 overheat 你就變得 滾又滾不到 滾又滾不走 只能走 但如果那部強人衝到你過來 然後突然跪下 放手雷 首先 他跪下 他不會讓你撞停 因為他已經停了 然後他立刻起床 退後 手雷基本上 差不多時間就會爆 你就會被手雷打 然後他才施施 過來刺你 你可以打到這樣的 當然啦 這些打法 其實有些是個人發掘 有些是官方 不是官方 是 Wiki都會寫有不同的打法 通常有些人藏屍 可能 實體對戰 你看到別人的機器這樣用的時候 你會學一下 轉一下怎樣用 他不會等到跟你講這些 或者你講這些特別打法 通常我就近期開炮機和泛勇多 很多時候 你見到有機器衝過來想斬你 本能反應 那些人通常向後退 但這是絕對錯誤的 你試試向前衝 很多時候都會發覺對方是斬空氣的 即是會有些 你真的爆一爆 你爆點頭 反應你被他扔 你也是死硬的 因為聯邦剛才那個固定 通常出招 後格的話 向前打一步 有隻手會由右上角 撥對左下角 那這個時候 你只要好好地站在他 可能左下兩邊 找一位鑽 那其實可以避得去把劍 還有一些長距離的 長矛型的機器 其實是很有趣的 他計算攻擊力 就只是計算光速部分 所以長劍型的東西 其實滾棍 就沒有攻擊力 於是你反過來 你走近身 就滾棍掃到你 滾棍前面的光矛的位置 就掃不到你 其實你是不扣血的 有光芒的機器 應該是Prototype 高達 或者是懸崗 即是懸崗 RX181 Trader 即是插路 Shyker比較少 因為Shyker 短一點 是長差 不是 因為實體部分 非攻擊部分短 所以少一些 所以有些人不適用 那拚完之後 可能這部機器是沒事的 因為它只有懸崗 速錄前面的 短一點 才會扣 其他那些就沒有用 其實智慧也有這部機器 那部斧頭型的大摩 也有這個問題 你會發覺一下子 拖斃它 然後為什麼那部機器 穿過了不扣血的 因為你只會用棍子 吐了它 不可以用斧頭 所以有一個判定的問題 會出來了 或者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試一下 但補充一件事 如果你想玩港版 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港版已經決定了 在本年度的 10月31日 就會終止營運 7月31日付費 道具化碼結束 10月31日 全服務提供終止 基本上你要玩 就要玩日版 如果你還想玩的話 但最後可以補充一件事 比較有趣的就是 港版其實有一個 被人救命的地方 就是說 有一堆日版的玩家 過了去 然後有一班人 很奇怪 他會課金買大量的 出擊Energy 很快升到很高級 然後用很高級的機器 去打一些很低級的新手 那導致新手 就完全不知道這遊戲 做什麼的情況下 就被一班 不知道什麼機器 可能是GP02 RX700 然後去打一部渣古 結果那班人 就不玩了 仍然不易落伏地 開一些少將對二等兵的房 去打 所以導致那個文化 不時太好 我相信他上班的壓力太大 又找不到地方宣洩 還有結局 其中一些渠道就是這個 黑白小孩 我覺得這個是關於營運事 可能代理那邊應該很難 有很多遊戲 怕有些槍手 或是玩家 其實是原工公司 聘請回來的 即是負責玩這遊戲 做一些引導 他不是GM 聘請回來做一個普通玩家 即是裝了 跟你接觸 跟你做工會 即是做一些事情 但這遊戲 即是管理代理沒有做任何事情 這個可惜 他不算沒有 基本上沒有 即是有些角色娘 他開火 他做引導 即是裝了玩家 跟你教你身手怎麼玩 即是要做些事情 應該是 如果是請就請女 用Voice Chart的話 應該可以突然吸引了一群人 走來玩 即是每晚都在 沒有用的 你看那個樣子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幻想的 那把男的扮女都可以 是不是這樣 你試一扮女的聲音 你都幻想 木機可以快點起分身 快點快點 起身 你起身 你起身 我那一陣子會陪他 配合 Ugokan Ugokan 現在我沒有說 那你是這樣叫的 這一天都這樣叫 現在沒有了 應該 現在轉了口頭閃 你為什麼偶射給我 但其實是說對面的炮火 這個不是現在 要叫兩三年 即是有馬的打停 是被對家打停 也叫做被自己打停 這個比較奇怪 你可以當是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回到舊版 其實舊版 即是日版 即是 Gundam Battle Operation 它的低階兵 玩家人數 都相算還有 因為大家看 Event戰 參加的比 大家可以大概 估計到 就算你說 低階的 兵級 都還有一千人 左右 而且 官方營運 都增加了一些 可能是新兵 歡迎的優惠 去拿多些設計圖 拿好些的報酬 所以如果未玩過的人 就可以嘗試一下 玩 或者是沒有興趣玩的 可以好奇一下 為什麼這個遊戲 可以延長兩個小時 不知道為什麼 但又真的不太明白 可以上YouTube 去找不同的影片 去看一下 NikoNiko多些 也有 不過YouTube 比較容易拿 可以了解一下 當然 我們動物無雙的YouTube 都會有一些影片 但都比較久 而且我們不會精選影片 所以有時候 純粹是普通的打的效果 未必一定是很優秀 或者很令人吸引的感覺 所以可能大家 通常吸引的那一場 我們都忘記錄影片 這個是慣性 我們有一場 兩個都拿四星 都是沒有死過這樣打的 但我那場沒有錄影片 也不知道 你不會知道那場打得好不好 可能 你輸了兩天 長期都輸 或者不算贏得很光彩 你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 還有輸 一定有關你的事 可能有關隊友的事 有多少豬隊友在那裡 你是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不讓你控制這件事 好啦 那今天就暫時到這裡 拜拜 拜拜